肚子太大不敢出门,饭后用它泡水喝,大肚男慢慢瘦下来。 又到了漏大长腿,小蛮腰的时节了,可女孩子也开端忧愁了,经过了一个冬季的沉淀肚子上的,坠肉也开端渐渐积累,基本穿不了好看的衣服,跟裙子的肚子上长坠肉记不见,康也影响美妙实在显肚子,并不难只需稍稍留意一样。 平常饮食就有结果度,子太大不敢出门饭后用,它泡水喝大肚男慢慢瘦下来柠檬和叶茶,不仅具有美容的作用,也有维持人体健康的效果,每天饭后客气能消质,去油腻又能美白肌肤,能去油润肠通,便能有效解决腹部便秘引起的腹胖稳,提坚持喝大肚男轻松瘦下来和叶, 主要具有分解脂肪,消除便秘,另有三种作用冬瓜和叶茶,除湿去油和清肠排毒的功效,对水肿型肥胖者,便秘型肥胖者,以及身上脂肪比例,特别多,并且松垮的姑娘有很显着的功效。 苦瓜茶 苦瓜说到苦瓜减肥的妹子都知道常吃苦瓜,不仅可以清热消暑还可减肥,降火如果平时吃腻了苦瓜做的菜,也可以选择用苦瓜肝泡水喝效果也不错, 玫瑰花茶是一种珍贵的药材,玫瑰花的药性,非常温和能够温养人的心肝血,脉疏发体内,预期起到镇静,安抚,抗抑郁的功效经常食用还能清热戒毒。 黄豆黄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,是非常理想的减肥食品,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,大豆蛋白与体重的减轻,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, 这是因为它们有助加快脂肪燃烧,从而达到减少体内脂肪堆积的瘦身功效,忽悠忽悠悠所含的营养,那可是相当的丰富, 如多种维生素和16种氨基酸都有,尤其是每100克胡柳中,含有的维生素C就有41毫克,而维生素C能减少机体脂肪的沉积,对想要减肥的女人来说,这可是佳品,而且吃这种水果热量低,营养高,吃它不仅不用怕胖,还能为身体补充营养,好处多多。